捏麦到天亮 你這樣知道嗎?一個晚上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呢 捏麦到天亮的情形 是這樣齁 我們在山上 在原住屏上 晚上 那個年輕人都說 我們晚上去找小姐 我都說 你看你們平地的人都說 你們怎麼去找小姐 不是 我們要去 比如說我今天又看上了哪一家的女孩子 到他們家去 然後是幾個男生一起到他們家去 他們一定都有長輩在場 然後全部 約會加起來大概差不多二十個人 就為了追那個女朋友 二十個人 然後你就要彈吉他 AY到天亮 意思就是追女朋友 台灣人為什麼在 原住民的國語 所以你們有時候聽了說 要用原住民的語法來聽 找小姐聽起來怪怪的 我們一樣知道 原住民講話是很有邏輯的 比方說 世大在這裡 台大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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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差不多走路四分鐘 對不對 那 這個 政大在哪裡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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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中興大學在哪裡 台中學在哪邊 啊 如果 你要問我家住哪裡 屏東 最去台北 在那 五分鐘用 邊 另外一個比較慘的 你要是問我們家 有一個人 你問他說你家在哪 那 三天做邊 因為他做菲律賓 OK 好 接下來我唱唱看這個 沒有唱過 然後呢 其實呢 這個歌當然是可以換和弦 但是呢 我就試試看 就是一個A賣到天亮 自從和你認識了一來 好想你在我的身邊 永遠永遠不分離 青青的高山 茫茫的大海 愛你像大海那樣生 當你要離開的那一天 燒了你在我的身邊 永遠不像濃濃的月亮 請你抬起頭來看看那個新月光 走了一步眼淚掉下 才會把我的心傷人 喔好辛苦喔 不是 我真的很辛苦是說 我一直就是該換和弦的 他該不這樣子 讓我們來看